Dilta Bad Bay 青銅 現在稱為上一代 因為已經出了灰臉 灰藍圈那一隻 亦有保齊萊 所以這隻都可以稱為上一代 Bad Bay 青銅 大家都知道 Dilta曾經經歷過一段很黑暗的時代 即是那些蝦草樂 那些很怪很噁心的樣子 自從是Bad Bay 和藍貓黑貓的Cornograph Heritage 復刻這兩隻成功之後 Brand才重新彈起 現在就越做越好 越來越多漂亮的東西出現 這隻青銅的Bild 大家同錶都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例如有IWC的Aqua Timer Pilot 真歷史的Pilot 或者有些人會喜歡Aurus的同錶 同大家也知道 有些是偏青 有些偏紅 有些老友記 他們喜歡偏紅的銅 感覺就像Rose Gold 我認為 我個人 我喜歡偏青的銅 因為偏青 反而有種軍事的味道 譬如這隻 它跟著一條梵布帶 也是綠色的 襯托青銅 很青銅的殼 感覺的軍味非常強 有些像沙漠部隊 配戴的Vintage 我覺得蠻有型的 當然 咸魚青菜的各有所好 我認為 如果你買得同錶 就像同多些 感覺就會好些 如果你說 喜歡像玫瑰金多些 也可以 但它始終是同錶 有些懷舊的感覺 或者是軍味濃 我覺得更加符合 它的定位 還有 配戴者 即是想採取的風格 更加粗獷 也是一個可取之處 它 巧克力面的圈 還有 面 也是這隻錶 很漂亮的地方 我最喜歡的就是 Origino 這個版本 有些人喜歡 新的灰色版本 也是很漂亮的 但 我總是覺得 巧克力圈 巧克力面配 青銅 加上青的布帶 軍事味道 是最好的 多謝各位